就把发力气提前 我不拿研究家圣 我拿一个更 在六集之前就可以开始搞事的 对 拿一首东西可以去配合开团的英雄 也有可能 千诀 因为这一手是防一下对方拿梦魇 因为现在还是换一下 还是神 对 还是拿神 因为 不想放这个圣 主要是配合加辽的这个体系 需要一个进场 和圣的话 其实是个非常好的 然后他这一手 如果他拿千诀 那EDG很有可能是梦魇家 那是 对 有可能是 那梦魇给到了EDG这边 前三拿的一个选择 落下 之前是被绊掉了 这一场是放了出来 反正虚过 但依然在下落这个登场率 还是比较火热的一个英雄 EDG虽然说没有了胜 但是梦魇还是一个非常好 在加达要进去的英雄 所以说还是先把梦魇拿下来 但是安基 后手可能有一手牵拳来 counter梦魇 在考虑吗 其实个人感觉 应该是 卢仙或者艾希其中一只 对 走了卢仙 还是要打得 前中期更加凶 节奏更偏浅一些 中期的话 就两件套的时候 开始发力 那安基这边 有了圣加上炎穴 跟上一场 他 这一手不拿千诀 应该选不到了 这一手 如果没有拿下千诀的话 后续ETG是肯定 会扮这个英雄的 因为梦魇加加里奥 对方有个千诀 是很头疼的 看在我们下下当中的比赛里面 千诀是第一次被送上了一个单位 扮掉了Lenby的萌桌 那九筒不给你 自己拿 他这一手 其实三 就是最后一手 班人没有班九筒 我应该就想 他可能是想自己拿的 有机会拿下来 小伙的位置换了一手 进化 他感觉这个颜色 其实有满大概路所谓的钟的 现在来说RNG这四个英雄选下来 可能只有千诀的位置 是比较固定的 是的 要搬那 第一局的话 莫干娜时间被搬掉的一个英雄 克裂 刀 刀妹的话不太好 因为现在RNG的阵型是不怕充脸的 有胜有千诀 现在RNG不怕充了 一滴机需要补一些 就是手长一点的 就是要么是伤害 要么是开团 选择用大树 那还是一个要 出进去的一个打法 还是要跟你去抱穿 对 大树 对 大树刚让你留头 那还是要一个充脸的打法 这场更加拼的就是 前中期的一个节奏了 因为上单这边 你不是像船长把那一种后期的一个 AOE的伤害 这场就需要靠着孟严跟加里奥的一个支援 长期在前期把节奏打起来 把塔叉和经济拿到 看一下RNG的最后一手怎么选择 现在一滴机摆出了一幅要跟你前中期疯狂冲脸干架的一个阵容 然后RNG这边的话最后一手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有天绝和九筒了 但是就是他们的防冲脸的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现在来说伤害好像还是缺了一点 就是整个阵容的伤害稍微缺了一点 主要是伤害 这一手剑机补一手单带能力 选下来了 那上过这边的话感觉是想打优势的吧 对 这一个剑机应该是 感觉是非总终 给姿态去 用来打加里奥 对 应该是打加里奥的 那还是炎雀加上肾的一个双人组 那这个剑机打到后面是个Boss 这个剑机有肾和炎雀的大招保护的情况下 他打加里奥发育是非常舒服的 他一旦是能够成功拿到两件套之后 他去分带 一滴机这边是没有人管得住的 就算梦演去抓 RNG这边只要剑能够落下来 那姿态这排是可以秀起来的 然后可能稍微要小心一点 是卢西安跟牛头的一个下路 应该前期会听得比较凶 一旦能够二连到炎雀的这个位置的话 被打一套是很伤的 不过这一盘其实在野区的一个 前期的一个进攻性方面 一滴机是没有上一盘厉害的 因为他们这一盘毕竟是一个梦演 他不需要上一盘轻量以二级直接可以来搞 梦演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 大招的那波关跟配合线上的英雄去打的 可能在抓二人的过程当中 会需要考虑一下 因为毕竟千绝跟 剑机两个人倒六之后的两个圈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计算一下伤害的 对 就这一盘的话 从阵容的执行难度来说 一滴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打起来 会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RNG这个阵容的执行难度 是需要他们有很高的摸起 但是RNG他们是具备这个执行能力的 它这个阵容只要让剑机肥起来 那是非常强的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 上一场能够平下比赛 一局其他的手段就通过青钢影 去解放这个加里奥 然后把上半区的地图资源 就关键的峡谷先后给空下来之后 去拿到防一塔的一个经济 而这一场中路其实是一个烈士的对线 野区的话也不像上一场 有这么高效率的一个 青野的一个路线之后 看一下一滴机能不能够死守自己 这个阵容拿出来之后 前中期要打架的一个特技 对 一滴机这一盘到六级之后的主攻 主攻路线应该是对方的一个双人组 因为他们打其他的路 肾和炎确是可以支援的 但是打双人组 一滴机就比较 RNG就比较头疼 因为他们的剑机是 在那个时间点支援双人组比较弱 对 好 这场比赛的双唤是峡谷 加油 第一条杀 第一条杀的是一条蜂龙 可能对一滴机来说的话 并不是特别想见到一个属性 对 一滴机他是想杀活土会比较好 因为他们在下半区前面会凶一些 RNG 跟我打架 对 RNG的话更多的还是想去打发育 然后打支援 让剑机有一个发育时间 没错 这边一滴机的一个敦服 炎雀是非常希望搞一级事情的 对 这一波冲的话 一滴机是有四个人在下半区啊 剑机也跟过来了 那这一波是要硬反这个红buff 对 这波应该是要硬反 对 因为几个人是选择把位置稍微让了一下 双人组先上线 打野选择上半区开 毕竟前期的话 这个炎雀加上千绝 可能考虑到第一时间 再延续碰撞太长时间 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场RNG是主动选择 带了一个进化的 支持率上面来说 RNG现在占到了80% 就是20%的一个支持率 对 大家也是相信RNG 能够把这个阵容给执行下来 是的 这样梦魇虽然说自己红被反了 但是他是有一个机会去对方换一个红buff 那总的来说野区的资源上面不会很亏 而且千绝这个第一个印记刷的是扇和蟹啊 那这个印记他拿不到了 很难拿 这种 也是个推线的情况 这种换野区的时候的话 他想去拿另一片半区的一个印记是很困难的 然后其实是想限制一下前期哈罗的一个刷野效率 但这边这个印记刷在上可能对于 一句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嗯 双方都扣完和蟹打野的位置都是在中路附近的 有个残酷的一个视野 应该是看到了这个眼卫的一个位置 那他才也知道对方知道自己在这的话 那自己的F6也是相较也是对称的被反掉 怎么放过一丝的机会 来下半匹抬到了 爱过这边被耗了一套血 这一盘的话RNG就有一个 他们上线之后有抢到了一个等级 所以说能够打出压势 上一盘是没有办法抢等级 这一波三个人的 一滴机的三个人的往上半去包夹 想配合大叔来一波塔杀 但是Netme真的是抗压能力非常丰富 但是看到了对方两个人 剑技这波虽然说有提 但是这个时间点的剑技作战能力不是很强 看一下这一波要强行塔杀了 剑技交出了一个TP Netme已经被打残 要直接被塔杀拿下这个医血 姿态提下来 但是也没有办法给Netme报仇了 同样有点像副歌上场的一个节奏 但这场的话RNG找到了一波机会 去抱团压下塔的一个血量 那这样的话RNG就顺势进行一个中上的换线 小统去中路直接推一波兵线 这样是有效 就是最大化的利用兵线的经济 不会漏兵 稍微止损 但现在的话这一波推完 千绝回升要继续进行一个三郎的发育了 但是EDG他们现在不知道千绝的具体位置 不敢上去吃这个兵 这波三个人的一个动手 这波兵进不掉 来不及反现场走回塔下 应该是call到队友过来交TT 想看看能不能去反杀一个 确实这个控制链太恐怖了 就是大树加上加料加上梦魇一击呢 这个控制链感觉动都没法动 主要是一身板也比较肉 三个壮汉过来越塔 操作空间也比较小了 对中路 NEDME把兵线听进去一波之后 再把线换回来 毕竟 剑机打加料还是更舒服一些 但这波NEDME的话 身上的闪现是没有交的 接下来还是有机会 能够把视野做好 下路NEDME是两个小兵去制 这边应该是 补助 这边应该是都没有用 前期都留着了 因为他们前面一直压线 也不需要去利用这个去清兵 这一波两边打野都在往下半去靠 卡扫的位置会快一些 但是看一下先手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上 卡扫这边也许碰到了卡扫 这波要打吗 这个位置打对对RG来说是不怕的 这个位置看一下 明的潮谱还捏在手上 没有选择先手 两边的中单都在往这个方向靠 但是发现没有打起来 主要是这边考虑到卢西安有一手进化 而盐阙跟圣的一个组合的话 是一定要靠辅助先手的 对 而且哈罗这边打得更凶的原因 是上单多一个TP 不过没有TP的一个位置 这边上去直接要打 他们过去命中 看到这边还是被 时光达给收下了这个人头 确实在野区 这个时间点的作战能力 前期也是没有 加勒要厉害的 加勒先就过来支援了 都不跟你讲道理 对 前期最希望的是 两边谁都别打架 让我安心发育到两件套 对面奈特米是被瑞找到一个位置 开大招 但是一技能躲掉 但是这波要交闪了 这个位置 要不交 要交的 他等不了下一个一样 还是得交 还是得交 因为他不交的话 拖到大树队友过来的话 他还是得交这个闪 加勒其实也在往这边靠了 所以省不下来 那这样一滴机又是在六级之前 就打出了一些优势 中古加勒的话是手握两颗人头 而孟严的话两个助攻也在身上 二连到岩石院 反身朝总 但是小五多位置很危险 被挂上了一个点燃 但是后续好像伤害跟不上了 哇 这就是赛前说的 就双方起辅助都是一个先手 但一边是一个圣面队 有进化的颅仙 一边是一个二连过去 直接要吃一套强攻伤害的岩雀 他说这一盘那个发育优势非常好的 他应该是会比 喀萨先到六级的 现在已经是 接近六级了 再刷一波也就六了 喀萨现在还没有到达五级 看下这一波领受了头状 3D视角 给大家展现刚才的这一波 中野的二加一 尼莎拉卡萨 这一波也是 加里奥动得更快一步 毕竟也去斗战能力 加里奥也要厉害一些的 这样孟严加里奥都有大招的话 这一波 看一下他们往哪边动 往上半去动的话 Let me得小心 Let me是没有闪现的 还好大树不在 这波主要过去的话 先要看一下 就是喀萨的一个位置 如果不知道喀萨的位置的话 也不会轻易去动 现在这个千局还没有到六 要赶紧补记一个等级 对 这一波双红buff 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哈鲁已经是六级 在往这个方向赶 不过 牛头也来了 这波其实一定想打 但是没有一个视野 这边喀萨双红buff可以走 哎 收掉了 差一点点就是要回血 要脱离手段 现在你发直级 这波美口的游走 也是比较灵性的 但是美口在上半区 被发现了之后 下半区 安吉选择主动进攻 阿波这边直接是被潜伏 但是进化加潮 闪现秒躲 这波后续踢下了 瑞要动 配合着 高的加利奥 那这样 小明没有办法跑的 还是超红闪现的 还想过来看看能不能有个机会 蹭个助攻 短了一寸 而且这一波要逼下路医学塔了 这样整个的节奏 一滴机又是在前期 获得了一个场面上的绝对主动性 攻权 闪现要推塔了 哇 这三个状态 哎 闪现过去捆 但是安吉里面也是亮起了一个TP 小虎在塔下精心拖时间 这个位置要包夹 但是姿态这个位置 作战能力比较低 用w 挡技能 而且还闪现之后被流头给顶飞 加料落出大招 这个位置安吉还是得撤 后续安吉还在等队友 一个沿途没有踩到人 哇 这一波要是抬回来的话 应该是可以游下一两个人的 感觉抬回来的话确实有机会 本结果打得非常的极限 双方的一个支援都及时的赶到 对 其实RNG有点想法 就是通过 剑机在中期有一定的 稍有点战斗力的时候 去尝试接一点小规模的团战 毕竟是在对方约塔的一波机会嘛 但是在外面野区的时候 我觉得RNG这个时候 中路这条线最好是不要打 对 感觉要小心一点 现在对于RNG 整个线能打的一个唯一条线 可能只有九筒这条线 就是因为九筒这条线打起来的话 千绝是肯定在的 然后盛是可以给大的 他们是可以打这条线的 但是打中路这条线 现在剑机这个装备打不了 而EDG来说的话 更多的还是想去包夹 包夹这个双刃组 包夹双刃组的话 也是可以让医学塔 有机会直接拿下来 而且iboy带的这个进化 真的很能性 如果不是这个进化的话 刚才那一波应该是直接交掉了 所以下路 虽然牛头去了一波游走 但是身上并没有阵亡 这一波想包中吗 这边是开始往中路施压 但是中塔血线是很健康的 是不敢来推的 而且Scott这个走位 是稍微有点点嚣张的 因为他并没有蓝 这一波只是 也去压一下河道的一个视野 把视野给排空 让RNG的一个下半区视野 非常的被动 这一场这个加里奥的发育依然很好 2-0-1 同样的五层的一个戒指加上一个时光 感觉就看哈鲁的第二波关灯是会怎么去用的 现在大招好之后的话 一滴机应该会马上发动一波对下半区的一个进攻 因为现在牛头已经有大招 他们进攻下半区是最稳妥的 这时候 Casa也是 及时的来下半区提前给一下视野 他也知道对方肯定要进攻下路 颜色的位置过来的话 感觉有机会放一波大招去拦人 嗯 这边是RNG想先在下半区发动一波进攻 对 哦 没有没有 这牌子只是做视野 因为他确实 这个时候他们主动去打的话 不占优势 这一波看到里的人在下半区 二路开始 偷这个下半区 而且有机会直接打掉 那进香的 Casa也是直接动这个风龙 刚刚做了一个龙大型的交换 但依然感觉下奥旋风会 更加的重要一些 对 这一波的资源交换完之后 哈鲁这个大招应该将准备去使用了 而且 第一波是一剧包下的一个尝试 发现三个近战推塔确实比较难 但现在有一个峡谷前锋 就直接可以扔下来 然后跟月塔去推了 哎 这边小虎来到一个中路 想帮姿态弄一下 但是机会很少 其实 其实作为姿态 他现在心里就是 大家别打 千万别打 给我发现 给我发现 哎 这边Iboy这个位置 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有进化的人让 梦魇先关灯 保一手 但是这个位置 没有选择冲 毕竟牛头是不在的 这波牛头是回家了 那只是一个保护性的关灯 那这一波其实RNG是小转 因为他把梦魇大招给劈出来了 那下半区的威胁就会往后延一些 稍微会有更多的时间让延雀 进行一点压线的发育 但梦魇其实这波在靠下的位置 卡卡已经走了 其实现在最关键的发育 是让剑姬和千绝这两个点发育 对 就是延雀和盛行是无所谓的 延雀和盛他们选快就是为了 用剑的大招和延雀大招去 保着剑姬和千绝的发育 就千绝和剑姬这两个点的发育 才是RNG的一个核心所在 因为后期RNG这个阵容是要打单带的 他的剑姬后期肥不肥 是关系着他们能不能带出去 但其实EDG很聪明的就是 我知道我围绕着下落双人组去打 才有推塔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在中路不跟着这个家里 我去抱团打中 我去支援别的路 这一波回家 孟严这一波大招被打掉 其实是很难受的 这边直接一闪线 但是被瑞这一个W给躲了 哇 这一个一闪 被瑞一个W就给化解掉 那这样的话 往上游走的一波Casa 其实也没有赚到任何的东西 要胡撤了 对 因为RNG能打的一条线 只有上路 就前面说到过 RNG这个人种他要打 只能去杀大树 他杀别的线都很危险 他只能杀大树 姿态回家 总算是把自己的第一个大剑 他一九头蛇给做出来 他现在应该还是要等第二件装备 就剑机两件套之后的话 RNG就会把双人组换到中路来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医学塔已经被EDT给逼掉了 剑机两件套之后就是RNG开始疯狂淡带的时候 看他怎么去做 如果 比较顺的一个路线的话 做三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呃 这边要包下 看到了美口的一个位置 但现在美口的话身上 来 但这边 搞表了 先招下渊风 要拆这个下医学塔了 这医学塔 确实也没法守 这个位置不好守了 撞一下就没了 只能选择放掉这个医学塔 就是下落对线的这个阻隔来说 也很难扛得住 等一起来到的楼仙和牛头 还一直给压力 也去 呃 一定进一步的做一个视野的压制 现在就看RNG什么时候把双人组 就是延续加剩换到中 让姿态去下蛋了 因为下塔一旦破掉一个塔 这个这个边带兵线变长的时候 就是姿态的舞台了 但是1v1现在开始提速 下下路塔推掉之后 整个队伍往上半期转移 不给RNG边带的一个空间 进一步的加快节奏 这一波要跃塔了 这个位置提前交TP 但是在塔下 在这边又是被控制链给控制到死 在空中各种过山车 没有下来过 这位姿态踢下来 配合是正常着要反打 颜队也来到了一个战场之下 这个位置要追击 有机会 抬回来斯多德斯多德被终结掉 哇 这一波RNG的节奏支援 打得非常的及时 这还有大招 这边还在追 还要追 但是在空中被爆住了 被阿波一直就瞬间给秒掉 锐顶在了一个前方 这一波双方交往技能 应该也追不上了 这一波塔下换了一个 已经赚了 没必要再追 对 过来的位置 接被打下墙了 这一波的话 确实也让RNG支援太快了 他们有 呃 有一个TP 间接的TP 有一个延阙的大 有一个圣的大 基本上是全员都瞬间到场的 但是Netme确实动不了 这个这个控制链 他的空中就要么是被嘲讽 要么是被恐惧 要么是被击飞 完全动不了 对 感觉他要是有块描表 这一波应该就很酷 有块描表 第一波的控制一左 队友全部到的时候 这一波 如果Netme在的话 那应该是能够再追 一四两三个的 后续的一个队居稍微有一点点 有点贪了 有点贪 但其实防住了一局 强行跟你推上的一个思路 已经做得很顽强了 对 而且这一盘 其实经济没有被拉开 跟上一盘不一样的是这一盘 虽然说是 一滴现在有一个经济小领先 但这只是一个医学塔的钱 经济是没有被拉开的 而且姿态的发育是正常的 在中期 他是可以利用带线 把这个比赛往后拖 而且我们赛典也讲了 就蓝色方这个阵型 他们需要在比赛 比较早的时间点 拿到更多的一个经济 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打到大户其实不好处理 对面有千学和 电击成型之后的一个大 这一条小龙刷新 是一条风龙 RNG这波团战不太好接 这一波团战 如果RNG要硬接的话 可能会非常吃亏 因为现在电击的团战能力 是很低的 双单都有 一核道的一个视野的话 其实EDG站得非常的死 但这波剑机在下落带线 可能双方都不会 整个时间去动这条龙 上路 两个人互拼了一波 反正这两个人的 对线情况 就是可能空篮 但是血量应该是吗 现在EDG需要去主动 逼这个龙团的 就是他们需要主动去打 同时他们需要 大树提前来到正面 大树来正面的话 他们的控制链是很稳定的 但这一波的话 让RNG找到了一个机会 把视野就回座了 嗯 但这一波RNG是肯定 不敢主动接这波龙团的 他们只能控制一下 视野打一下埋伏 真正打起正面的一个团战来说 EDG这个时候还是要厉害一些 EDG站住位置 后续 哎 埃伏上去被消耗了一套 这一盘其实埃伏也得小心一些 因为这一盘毕竟没有了Mako的塔 就是Mako这一盘是一个进攻性的 更多的呃 传战的一个走位 埃伏也得必须要自己注意 圣的位置感觉很想去开这个卢仙 卢仙手上握着一个进化 嗯 呃 现在埃伏的位置其实跟队友有点分隔了 对 先被小虎给消耗了一下 被小虎给赶走了 这个龙1B选择先打 两边上单都有TP 这一波龙船RNG想接的话 有点吃亏了呀 你想稍微抢一下吗 这边对 龙岩开大招 呃 去骗一下技能 那这一波应该还是要放 因为Netflix没有选择踢的 这一波还是得放掉 而且正面过来的话 延续也没有办法去 放一个比较好的大招 打得也很打得也很理智 这一波就是 把你的TP骗一下来 其实就转了 啊 正面的话 这一波兵也是直接被轻掉 上路Netflix没有过来的话 找了一波机会去推塔 对 Netflix这边省下了一手TP 其实等会给RNG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个 131的空间 因为现在大叔他如果跟着Netflix的话 其实正面ED机就不敢开了 因为他们毕竟少一个TP 现在两个TP点 ED机的两个TP点都会 要等很久 但是你看RNG这边 九筒是有踢的 见机的TP马上也好 就现在打架三腰 其实RNG就很辜负 正面ED机不敢开 侧面抓单 ED机不好抓 对 就相对于两三分钟之后 可能RNG要提前的是 这个上路的伊塔 而ED机可能做不了太多的一个事情 这样中期的一个经济又被稳住了 对 还好这边下一条小龙刷的是一条土龙 这是对ED机来说是稍微舒服一点 前面那条风龙是被KASA给逞了 你看KASA他们拿的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 第一条 第一条 第一条的话是一个峡口前锋跟风龙的交换 所以其实双方都各有一条风龙 我是说刚才那个位置ED机站死的位置 感觉RNG其实不可能去 而且还有个关灯 这个关灯其实还蛮致命 现在过来中路的话 双方的双人线都摆在中 依然现在没有能够更多的让卢仙这个点拿人头 可能是ED机稍微要着急一点的事情 对 他的装备其实并没有拉开对面的C位很多 这一盘其实就是时间就没有占到ED机这边了 就是上一盘我们说在阵容方面的话 时间是占着ED机这边的 但是这一盘RNG他往后拖 这个剑机会无敌 这个剑机的单弹 ED机没有办法处理 ED机去抓他的话 就算孟爷和家里要过去配合大叔一起抓 但是RNG只需要有一个肾和炎确的大招 他们就可以反打 所以现在的话 ED机想要不速了 对 这边是要抱团 对 抱团让姿态待不了 这是一个办法 让姿态这条线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B天的牵扯 逼你过来跟我打团战 但是这条线不带 第一条线在带啊 Let me 这边在带 确实在这个TP时间差的时候 RNG就疯狂的利用这种 兵线去牵扯里 然后让你拿塔的同时 我也能够换经济 经济始终拿不开 就上一盘这个时间点已经是5000的经济优势了 但是这一盘 只有2000 而且关键的点位 就是姿态这个点位 他的发育是正常的 卡下滚下但就是一下 关卡就掉了 长行拆掉 上路的话 尤其这个一塔的权量也不是特别健康 在下来这边还想再纠缠一会儿 单打单的话是很难杀的 就跟你稍微打个招呼 对 留你在线上玩一会儿 但现在这个酒桶 拿完这个塔之后就走了呀 依然手身上的话是领先锐这边一个TP的 其实他有一个比较 自由的环境可以去代线 对在这个TP好之前确实 一滴机也没有办法 他们正面是不太敢开的 但是等会儿到 大树和 炸料TP都撞好的时候 一滴机的正面应该是要找机会去抢开了 因为就算 这两边都有提的时候 大家都去正面 团战能力这个时间点还是一滴机更厉害一点 而且一滴机是必须要 开了 现在路线2000号 有线难道有破败 在中期的话去打团机这个伤害的话还是 还是蛮不错的 但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等到剑机可以跟 一方面是单带 一方面的话 坚决参团之后 其实很难去做一个消耗 他主要是拖到后面 一滴机的一波开团 可能杀不死人 那剑机的单带 你不去管的话 就正面RNG是拒绝给你打 然后他就让剑机去带 一滴机是真的很头疼 因为打到后面 剑机的带线 你大树和架料 两个人去都打不过他 而且RNG的话 比上一场更好解决的是 你现在是个单核的体系 我只需要解决这个路线 呃 在中路的这个位置 是想要去看 找一下i-boy的一个机会吗 但是这一波 RNG不会打的 RNG他们现在知道 自己的阵容的 打法是怎么打的 就是这个阵容选下来 RNG的正面 是亲线加B站 然后让剑机 有个无限分带的一个机会 这边你上去尝试一下 消耗一下 感觉正面一定是少人 因为第一次人是看到 架料在上路带线 所以尝试性的 想打一个先手 对 一滴机这一波的话 人员是齐聚了一个中路 想打一波 因为他发现RNG的人 好像在尝试找机会 那这样你来找机会的话 一滴机要主动开 开RNG了 这一波大叔大招 给过去 想约塔嘛 这个位置 捆到的是一个圣 没有太好的一个机会 强行点塔 但是RNG抱团 清兵的速度还不错 这一波剑机继续在带 那这个姿态这盘 应该是要带到底的 抬回来朝阳场剑 做单的一个锐 被抓到一个就在 有加量大招 揪一手 这个位置剑机交TP 那正面的团战 RNG应该是想追一下 颜队大招封了一个路 这个位置 小统一闪先撞 但是后续 牛头进场的一个Q 顶空了 而且才飞了一个 这个天雪天雪 开空的大招 侧面 剑机进场 但这个位置 剑机的速度还不错 此刻的 在侧面已经被小统给收掉了 而且剑机这个位置 还在追 还有大招 卡上还没有死 哇 这一波的团战 还在收掉一个 iBoy这个位置 哇 EDG 打不过呀 这一波 哇 RNG打赢了 在终极25分钟 打赢了一波团 这主要是 大树的第一波大招 他在塔下已经用了 然后后续那个位置 又是被颜队给隔开了 颜队大招是把 EDG的一个阵容给隔开掉了 然后在 EDG人员的一个状态不好的时候 RNG强行把这波团战给打赢了 而且卡上这个大招 包括新版的 天爵到后面的回复能力 就已经 回起来了 对 你看到梦魇去冲这个天爵 但是天爵完全不慌 我没血了 原地开大招 对 我溜一会 我溜一会之后 我血又满了 新版W增益的 他一个回复的一个 都很 哇 这波看一下 塔下的话是先开到了大树 专地悬架来要过来 大树的血量并没有 受到太大的一个威胁 但是后续的一个追击 这边延续果断的一个大招 而且这一波 ETG的大部分技能都是拿来防守 甚至 美国这一波的一个 Q闪都是没有 没有控到人 然后他把 那个卡扎顶走之后的话 卡扎顶走之后的话 对 卢湘一直在被后面的一个 残血迁绝所吸引 而这个大招结束之后 既处理不了这个迁绝 也处理不了这个剑机 而进场的大树又因为 本身只是一个坦克 所以肯定是会被各种输出轮番致死的 对 这一波 哇 雷特米是叫起来了 太长刺激了 虽然说经济没有拉开太多 但是这一波大龙buff 可以让RNG更舒服的执行他们的一个分带 知道 现在 上一波传战的话 小虎这边是打了非常多的一个输出 因为他没人管他 他是关了门之后 他绕到侧面 他一直在疯狂输出 没有人管他的 更多的目标都是在盯着这个残血的一个 叉萨的千诀 但依然这个没有射手的一个阵型 对RNG来说要推进的话 会稍微有点吃力 还是要担待 他们这个阵容打到后面 打到大后期也是担待 他们不会主动去打这面 除非是EDC的第一波开团技能放掉 就跟刚才一样 EDC在塔下 大树先放了大招 其实大树是没有一个大招的一个人 然后他走到侧面 又是逼 就是被逼出了一个战利奥的大招 其实两个大招交完之后 RNG就有机会 分割阵型 可能还需要再分割一下 然后卢西安需要把他之前的那个大招 用于清兵 可能这样子会硬推 不过中路的话 这一大波兵线 还是拿到最防小的资源 27分钟 RNG现在已经被反超了 也去的话还可以反了红 对于EDC来说的话 现在真的很 就是 很着急 因为时间他们也知道 不站在他们这边 打到后面 真的这个剑机是个BOSS 他解决不掉了已经 就这个时间点已经解决不掉了 再往后拖 你让剑机 有一定的防装之后 他都不一定 不一定是弹带到底 他甚至是有成多之后 他可以从绕后过来切团战 这边给到的是 来的密的一个数据 是KD的一个14 这一盘虽然说是被对方轮番的针对 但是问题不大 自己的队友也是 发一额还不错 现在依然大龙还有一分钟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死守三路的一个兵线 但下落这个剑机的单带 其实很难处理 而正面又是一波大爆团 对 现在这个131的分推 是让小明和姿态去执行 小明这条线 他就是小兵指挥官 然后姿态是一个主力的推进线 正面的话三个人 防强开能力也很强 有千绝有九筒 EDG的冲脸强开 是完全不怕的 千绝和九筒 这两个英雄在一起 想去冲他们的阵 是难度非常大的 现在上路的话 是一个四人抱团 一定正面好像很难去守这个二塔 对 而且姿态无解了呀 这个姿态现在就是一个人玩 你们最好都不要打 最好就给我一直带 好 这边是要去 正面要开 就是侧面好像想抓姿态 但是正面要打开完之后 Miko这个位置开出了大招 但是闪现CT还差一点 可能要被打死了 我最想藏这个时间 Miko还是扛不住啊 而且下路姿态这个塔 也是一个残血 现在这个411分催 会让EDG真的是没有办法防守了 上路只能放掉 而且侧面姿态给的压力非常大 而且EDG是不敢开姿态的 有一个圣的大招和颜血大招志愿的时候 不敢去轻易开姿态 上路这边已经被吹了 因为现在的一个选择 中路的话 因为清兵主要还是要靠路线 而正面的话又不敢开 因为仙态在后面 一直做一个反打的保护 唯一可能能动手的只有这个剑枝 但现在如果说动作电机可能上路这边门牙都要被带掉 其实时间慢慢的就站在RNG这边了 30分钟以后 卢仙也会慢慢过去他的一个强势期 等他可以进出来的那一波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一波了 就在正面的团战方面 EDG还是有机会打赢团战 但是RNG现在会执行一个让EDG没有办法打的一个局面 就是RNG会一直在 就是你只要没有去打大龙 这个剑枝永远不会过来 但是EDG去抓剑枝的话 又面临着抓不死 甚至是被反杀的一个局面 在正面强开的话 又面临着对方有一个酒桶和千绝的一个反先手 开也开不了 抓也抓不了 就对EDG来说是特别头疼的一个局面 这一波RNG怎么选择 还是要继续进行一个四央分担 还是要直接爆棚推来 这边直接是关门 强行要去推这个残血塔了 对EDG来说是一波机会 但是先是把RNG弹了回来 靠了一下血线 RNG逼出了自己一个大招 没有了大树的大招的话 少了一些稳定的控制 而且上路这个兵线马上就要进家了 其实RNG现在就在等时间 对 现在RNG是在 还是在打下分队 他现在让剑枝去带中路 正面四个人也不开里 反正就是跟你耗着 等待剑枝的一个带线 同时上路还有超级兵 三条兵线的压力都在EDG这边 因为你必须要回去分手 如果分手的话 那正面的话就有机会推下了 这样看见对方正面有人 下路的话RNG是想去点一点塔 但是没有兵线 EDG过来 这个位置黄塔剩下不到一半的一个血量 对 想上去点 但是EDG随时会开这波团战的 塔的血量已经是 直接是被点掉了 那这波开不起来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中路的高地 哎 大叔这边是想从侧面直接包扎 但是开的是一个剑 直接起火 现在剑有一个W啊 哎不许打不动他 而且中路也是被姿态给分带掉了 三条兵线的压力 这边直接要开 剑这边WCG直接被开出来 但是有一个秒秒 九筒大招帮忙解一下围 甚至被闪现回来 前决落出大招 在前决的阵中 要进行这波团的那个强接 在这边的话 子哥上去想嘲讽 不过后续的输出 剑技突到一个后方 哇 这个输出感觉 没有办法打得过来呀 RNG的装备领先 在前决大招把对方第一波控制 全部给规避掉之后 后续的输出能力 RNG是占据了上风 知道 这一场比赛 RNG三十二分钟 完成了逆转 恭喜RNG 确实这一盘的阵容选择 我们就说 RNG的阵容 它就是要跟你正面硬刚 正面去打团战 但是RNG的阵容 它选下来 就是跟你打牵制的 阵容的执行难度方面的话 可能RNG阵容会 执行起来会比较容易 但是RNG阵容 其实它执行的难度 是比较大的 它需要每个队员之间的 一个默契 是非常高的 才能执行下来 就我甚至会觉得 在剑机有了苗表 或者春歌之后 其实他们这件事情 是有打团的想法 对 就是 你想 坚决有一个大招 然后 你更多的一个 远距离的破个伤害 刚才已经看到 罗欣然只要正面开大 我就先决大招 直接开起来 不让你那波伤害 然后九童还有个大招 可以劝退给罗欣然 正面我跟你 就亲前排 那就需要 剑机的这一波伤害 就只要是在 牵绝的大招里面 扛住了对方的 第一波输出 让剑机能够 把他的一个回学阵 拿出来 那后续 团战剩余的输出 那还是RNG更高 就两个几乎的无敌阵 摆在这里 团战抱起团来 其实只要有装备 给RNG这个阵型 到后期很好打 不过也只接了 应该只接了这一到 这一波 从前面那个 龙坑那个位置上来 下落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波 你看伤害都比较低嘛 因为更多的时候 都在担待 这一盘伤害大家都不搞 这一场对RNG来说的话 确实是非常的顽强了 因为前期他们 一度陷入了一个比较 被动的练势 但其实他们做的好一点 就是我一直去带兵线 然后带防御塔的一个资源 这是我的经济 并没有被落下 对 而且他们下落塔 是扛了很久的时间 就是他们的下塔 那个时间点 掉的时间节点 已经是可以接受了 当时剑技已经做出了 一个贪欲酒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去承担一个 我换到边路去带的一个角色了 而EVG的话 其实这一场跟上一场 都选择了一个 比较类似的一个阵型 他们希望在前期 打一个快攻 通过加利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这一场是把圣给拿了过来 然后希望通过 加利奥的一个竞场 包括可能是那个支援 能够比较早的 抱紧环来去联动 对 但这一盘RNG的防守 做的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让ETG滚雪球的速度 其实被按住了 它雪球滚得很慢 就是第一盘 15分钟已经是有5000了 接近 但是这一盘的话 15分钟其实只有一个2000不到 对 sorry 这应该是RNG这边 他们拿了个牛头 就 加利奥这边是个牛头 就更加努力的一个先手 可能是希望通过中路这边 去解放一个加利奥 然后帮下落 不先去推塔的一个阵型 但是比较可惜 然后这一场到中间的几步 推进并不用那么顺利 而一直被这个酒桶 省下来的那个TP 一直疯狂地牵制 可能这一场真的 感觉这个运营 这个小齐 小文化给 带在Let me 那种小想法 就是那一波龙团 其实RNG并不是要跟你接 它只是四个人都站在那里 它扑克你 它逼着对方把TP叫了 它领先一个TP差 这个TP差 给它带来了后续几分钟 它可以肆无忌惮地 进行分带的一个机会 就 你上路想要过来抓我 没关系 我可以把这部片带过去 然后回程 然后去下 那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你想运营 大龙区的一个视野 你就会担心 这种其实有大 就是其实有TP 但是它一直在下落带塔 所以我正面 不开也是会掉塔 但是如果开的话 我又找不到 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那这场的MVP 已经是出来了 让我们看一下 是给到了谁 好 这一场的MVP 就是给到了中路的小虎 它使用了一个延续 当然它其实这场 守在一个下百分之百的 一个餐床 3-1-7-0的数据 它的伤害战比 是非常高的 也是由于它的 就是剑击这个点 是硬在单线嘛 对 它团战的速度 基本上都它在打 包括托克的速度 也是它在打的 就关键的那一波 阵地战 就这一波 就是决定胜负的一波 这一波大树 没大招的 其实没有必要 在这里继续纠 追过来 跟着了阵型 这个时候其实千绝的 一个团队 这段能力出具成型 也可以发现 而且这一波 其实MACO有点小失误 她把她的Q闪空了 同时她把千绝顶开了 导致孟也可能跟到了 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而千绝的大招回复 就这个无敌 其实也扛了 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因为卢仙当时的 第一视角 也会放在千绝身上 我觉得你肯定是个残血 我肯定要跟大招结束之后 把你杀掉 也看到 蜂蜂只会 nice 他应该是 nice nice 杀杀杀杀杀杀 应该是 就是RNG的麦克风 大家都懂得 就是疯狂的BB是吗 对 这一场确实 打得非常的万象 对 这一场的话 也是我们赛前预料的一样 来到了决胜局 没错 这一场 过来这个位置 确确实实在 有一个金星在开到了肾之后 也发现 只有卢仙 一个输出点还是不够的 后面的话 iboy的一个伸张系列 直接是被牵着一个满大扛掉 小虎在后面疯狂的输出 连续没人管 对 而且你看姿态 其实他打团 他打团更多的时候 都在天上飞 你发现没有 他打团其实没有太多输出 是的 那我们这场比较打完的话 其实双方就战成了一个 1比1的比赛的话 是进入了最后一场的一个 白热化的一个阶段 而且在决胜局的话 也是有人缘的更换 对不对 卡拉斯下去 换上了香锅 香锅的一个上场 看下RNG会不会在BB上面 有一定的变化 而RNG在最后一场的一个 优先选择在了蓝 让我们稍稍稍稍稍 马上回来